好 我的一发季的时间呢 要比他们稍微长一点 因为我决定在金牌喜剧班 《越战越勇》的特辑当中呢 来吐槽吐槽大家 首先许剑 那是我亲诗歌 我把我诗歌真的 对 哎呦 我真是 哽咽了 哽咽了 就是你的搭档是李圆圆 我知道 就是其实圆圆 郭老师也说 我说圆圆你说下人差点 但是诗歌我真觉得你 真的 就我今天掏心窝子说句话 诗歌 没他你还真不行 跟我关系最好最熟悉的 董建春和李丁 实际上这个喜剧创作呀 它都是有格式有套路的 就跟音乐一样 哪些人暗用什么样的音符 我们中国有中国的大旋律 是吧 西洋乐有西洋乐的旋律 日本有日本的旋律 都有它固定的套路 你说董建春 李丁 他们就必须知道 他们的相声 需要在哪使劲和发力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董建春和李丁 说 哎 李丁 哎 前边就是老虎 你知道吗 老虎在那 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哎 你过去 就跟那老虎叫嚣 董建春 你过 哎 李丁 你过去 就跟那老虎说话 就跟那老虎搭讪 去 再看李丁 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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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疯了吧 我疯了吧 我 哎 那老虎 哎 担着挺好的 我过去拿着老虎那尾巴 哎哎哎哎哎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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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病吧 我有病吧 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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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春李串 你别拉着我建春 你别拉着我 我担了死了 就是每个人创作 都有自己的格式 只要他在那个格式里 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人 就是以后在专业艺术上 就把自己的弄好 不要想一定要如何如何突破 只要把自己的格式都保持好 一定能够获得最好的风格 谢谢大家 完事了